說到尿尿小童,一般會想到 它是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地標之一 但你知道嘉義的公園裡有一尊尿尿小童嗎? 根據史料,這個嘉義的尿尿小童 最早出現在一張1939年的歷史照片中 但神秘的是目前完全沒有其他文件資料 能讓人確定它究竟是怎麼出現在那裡的 有人認為這是日治時期 比利時政府為了慶祝嘉義升格城市 特別贈送的禮物 但也有人認為,它是當時日本設計師 規劃公園時仿製出來的小便小僧 上週來自布魯塞爾的學者司馬品樂 就特地到嘉義公園參觀 打算跟嘉義師傅一起卸掉尿尿小童的烤漆 看看它究竟是比利時原裝進口 還是嘉義再立製造 那麼相信,不管這個尿尿小童是哪裡製造的 它都會繼續陪伴嘉義人 就像不管你是什麼樣的身份認同 圖文不符這個擺態自由、生命插畫日曆 也都會365天的持續陪伴整你喔!